英国人跳舞狂欢 在伦敦街头上演千人大游行 这群人上街是想要求 英国政府立刻检除封城令 支持他们前胸贴后背的狂欢 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毕竟英国单日新增确诊 再次占上两万大关 而且大多数是确诊 印度Delta变种病毒 我们决定要不要提前 新任卫生大臣贾维德强调 英国一定会在7月19号解封 只是其他国家可没这么乐观看待英国 决定7月1号起 将英国由甚高风险地区 调升至极高风险地区 香港政府宣布7月1号开始 全面禁止英国航班在香港降落 欧盟也一样 只允许接种过疫苗的英国民众入境 毕竟现在全球都在警戒 决定Delta病毒的疫情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害怕这种疫苗 因为这种疫苗的疫苗是死亡 南非民众担心Delta变种毒株 当地政府也延长两周防疫封锁措施 Delta病毒也在澳洲造成确诊人数暴增 不过当地全年人疫苗接种率只有5%而已 想防毒疫情恐怕需要更多努力 TV新闻综合不到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